民進黨執政二十年的嘉義縣 選前中央力挺翁中良 舉辦過慶焰火全民運打出聲勢 國民黨第十位提名的女市長候選人王玉敏起步較晚 但選民看中誰能把人才留在家 喜歡從事服務業或者是有創意的工作 所以譬如說嘉義有很好的文化 結合年輕人的創意做地方創生 同樣是嘉義女兒北漂經歷最有感 翁章良則用史記行動轉型農工大縣 烏龍的青壯龍人數一直在增加 那他們也善於把科技引入到農業的經營上面去 他能夠所擁有的耕地面積比過去都還大 兩人都是社福專家出身 長照更藥對症下藥 老人的問題啊 因為現在老人太多了 其實讓整個長照中央變了很多錢 那我們現在目前為止整個長照的覆蓋力 大概高達百分之七十四點 那我會讓長照升級 包括讓老人家的這個交通方面 可以就醫方面可以讓他的交通更便利 王玉敏主打富優社福牌 對上拼產業轉型的翁章良 就看誰能更打動選民的心 TVBS新聞記憲和宋家娟嘉義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